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穿心一把 做心发心呀 轻松一下 Windows 酒吧 大扮漂亮 18岁是天堂 晚上睡不着 白天睡不醒 就不知道为啥 这个问题真的是问得好啊 对 吃早饭啦 快点起床吧 就比如说瑞姿喜欢吃草莓 钟老师说蓝莓可以瘦肚子 钟老师喜欢吃蓝莓 请问我喜欢吃什么莓 想见你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是SNG 大家好我是SNG的队长许诗音小V 哈喽大家好我是SNG的林佳慧 大家也可以叫我PP 哈喽大家好我是SNG的钟影 哈喽大家好我是SNG的麻水叫Miu 哈喽大家好我是SNG的影万蕊 有关注到就是最新的作品概念是女侠风格 说说你们印象中的女侠是什么样感觉的 洒爽 敢做敢当行侠仗义 然后都是感觉不是一个人 成群结对的有伤有量的 如果大家去你的家乡杨州旅游的话 PP会定这条什么样路线介绍给粉丝呢 如果按时间算的话 就是杨州有一句话叫 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 意思就是早上要吃包子 里面包着汤 就是那种小龙汤包线红汤包就是要吃包子 晚上水包皮就是要泡澡要搓澡 那如果是路线的话呢 比较详细大家可以就是从古运河 沿着一路走走到东关街 走到东关街之后呢再去皮市街 采一街 然后最后到达市中心文昌阁 就是一系列走着逛着都是很好玩的 最近在循环播放朴树的New Boy 穿新一把做新发新呀 轻松一下Windows酒吧 大扮漂亮 18岁是天堂 18岁是天堂 每月上个月刚过完了入团以来的第一个生日 对新的一岁自己会有什么期待吗 就其实也是希望自己新的一岁新的成长吧 然后当时也是大家就我们传统啊 一过12点我本来以为我自己没有的 一过12点各位就敲开了我的房门走了进来 我觉得还是希望怎么说呢 岁月不要在我脸上体现出来就好 如果可以采访你们的粉丝 你们分别最想问他们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 最想问他们的问题啊 感觉像那种女孩子心思一样 想问他们你喜欢我什么 我一直是个很纠结的人 比较困扰 头发就实在太长了 有点难洗 就问问大家就是 如果我要换个造型的话 大家想看什么样的 可能就是比较美食博主方向来 我就最想问大家 每天都在吃什么好吃的 我想问的话就是去哪里玩比较好玩 因为比较喜欢去旅行 我想问大家最近在看什么 也是巨荒女孩 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有什么东西分享一下 对我也是逮这里面 好的我就一起看 大家私下有没有讨论过 如果可以录制一起团体和奥 大家最想录什么主题 吃迪士尼 对对对 露营 去一个地方旅行 因为平常都是工作啊 所以拍这种东西肯定是要以玩为主的工作 想问一下 PP入团之后体重是有什么变化吗 这个问题真的是问得好啊 对 怎么说呢 我的体重 其实对比我刚就是进入这一行来说 已经有个质的飞越了 就是一直在减肥 但是因为跟大家就是关系比较好的时候 就是容易吃 如果吃那么一两顿会有一点上升 但是一般都是在慢慢的减 想问一下蕊蕊能分享一下 自己最近比较一件很焦虑的事情吗 我最近焦虑的事情 我觉得可能大家都有同感 因为我们录节目嘛 就是作息最近有点颠倒 晚上睡不着 白天睡不醒 就不知道为啥 团员们自己会组建群吗 你们去名叫什么 特别有趣 特别有意思 就是把我们几个人的名字都串了起来 临终关怀 兴许万马奔腾 对的 这万马很豪气啊 很豪气 对 然后还有一个表情包 就是那个一匹马 逐渐天气冷了 起床对于很多粉丝来说 是一件恐惧的事情 可以去猫咪号送给粉丝 吃早饭啦 快点起床吧 因为我们平台叫想见你 请以想见你为主题 进行相关的演绎 发挥跳舞 唱歌 讲故事都可以 就是有一天早上就特别想吃关东煮 然后呢就特别想吃一种丸子 什么丸子呢 想要和你一起出去玩 说到这个我也想起来一个 就是关于想见你嘛 就比如说蕊子喜欢吃草莓 钟老师说蓝莓可以瘦肚子 钟老师喜欢吃蓝莓 请问我喜欢吃什么莓 你这么没 不 我喜欢 你说想我了没 好土啊 我们可以一起演 我们可以一起演 就是大家带个耳机 带个耳机 然后路过突然暂停 再说开始 你喜欢的 你喜欢哥嘛 哥也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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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